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低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欢迎大家回到最后一节的市场回顾 马上看看下一单的消息 美国参议院今晚将会投票 看看会不会削减由信用卡公司所收取的借记卡手续费 见到三大的信用卡公司 Visa、万事达卡和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的股价今天都跌了 这个法案是在今年7月当时的法案 Franc Dodd的法案是金融管制的方案其中之一 他就说要有一个部门如何管制银行不可以乱玩信用卡公司乱收的费用 这次由美联署宣布减低银行 信用卡公司收的借记卡 比如每次用信用卡公司和银行收费用 每年这个费用在美国高达到200亿那么多 20个billion那么多 他说太紧要了 那现在就限制这个credit card company 就不可以收多个豪尔子 每一个transaction豪尔子 削减了信用卡公司很大的收入来的 那变成了这些信用卡公司跌得很交关 好像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那几只 Visa跌了9.765 每一股跌到67.19 跌了12.6% Mastercard跌了25.763 一股跌到223.49 成10% American Express不是靠那么多 这些未跌了个部门钱 那44.57跌了3.36% 我就说 我觉得是怎样呢 其实如果那些信用卡公司股票跌那么多 是一个好的入市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只是美国而已 那信用卡公司只有20%生意在美国 有80%欧洲美国不受影响的 那当然我不是叫你明天就冲进去买那些股票 那因为你留意他未来那几天 等他消化了这个消息 如果他够低 不可以忽视信用卡公司的 那言下之意其实是不是真的解释了 因为他只是美国方面受影响 其他的业务不会受影响 应该就不会受影响 可能就比较快可以回复股价 没有希望 那再看下一单的消息 今天Fatdex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业绩 利润方面较同期下跌 为2.8300万美元 或者每股8毫9美元 收入报96亿3千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2% 不过盈利同息数数字都是差过华尔街的预期 所以日内一度拖低个股价 不过由于Fatdex同时 还上调了全年的业绩展望 由4.8至5.25美元一股 调高至5至5.3美元一股 最后Fatdex股价得以收升接近2% 今早出业绩时Fatdex股票马上跌 跌了1-2美元一股 但后来市场消化了 就明白为什么它跌了 原来在两年前经济不景时 Fatdex在员工上削减了很多福利 和减薪 现在生意好一些 现在加薪金给职务员 而且他亦是帮助职务员的职务 令利润降低 所以变成去年那时赚过一人钱 今年跌到只有8.9至1股 就因为它不是因为生意降低了 而是Restate的福利 所以利润赚少了 市场消化了消息之后 股票马上反弹了 今天收市时94.22美元 起1个8.3一股 未来会怎么展望这股票呢 仍然看好股市 因为交通股票和运输业 跟着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继续复苏 它会一直做好 不过 今天这一季 就是第三季 今天出的业绩是第二季 现在在我们的第三季 第三季每年最旺的一季 就是圣诞 所以可能市场的股价 现在已经反映了很多消息 我仍然说 等它回来才去看股票 或者也要等一段时间 看看会不会跌了 才会入市了 再看看下一单 公布了业绩的公司 Research Emotion 他在收市后公布第三季度业绩 盈利报每股1.74美元 而销售足达到54.9亿美元 盈利和销售数字 相相超出了上年同期和华尔街的预期 见到它在时候的股价上升超过百分之一 未升 这个股票就是今一季 第三季 它卖了1420万部电话 平均的电话卖价 上一季第二季的时候 卖了30元一部 但这季因为多了Torch 它的贵机出来了 它的平均电话价格 升到317元一部 一个比较好了 它业绩又改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它在前一季 因为它的股价跌得最低的时候 它浪费了超过10亿元 买回自己的股票来做取消 现在的股票就少了 现在它的流量大概是52200万股 因为它少了股票 今一季的生意又变得了一些 所以它能够赚到1.74亿一股 但这个是不是比较漂亮很多呢 你不要忘记第二季出业绩的时候 它都说这一季赚1.64亿至1.72亿 所以它微升1.74亿一股 然后营业额都是算好 就是54.9亿 那外面加原本股 它是54.1亿的 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它的新订阅 增加了510万个新订阅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低于500万的 那些人就没有兴趣的了 对股票就会不喜欢的了 但也都是今一季是最后一季 Research in Motion 报告这个数据出来的 那现在向前看 现在就讲第四季了 最后这季呢 第四季呢 它预测它营业额 大概是55亿至57亿 然后每股的利润呢 就是大概1.74亿 至过8亿钱一股的 那些人现在最留意 就是Research in Motion 就是那些新产品 就是那个playbook了 那他就说playbook 现在这个对它很重要的 它不能够浪费 一定要尽量扔钱 来谷这个playbook的 然后他就说 因为playbook出街 他要将价钱保持低 下一季 下一季呢 他就觉得那个毛利率 可能会跌到大概40% 由这一季刚刚过了这一季 由43.6跌到下40% 那原本这股票 初出业值一出的时候 就最高起过成 61个半人钱一股的 那因为这个毛利率 降低了就是gross margin 所以这股票夜市呢 最后呢 就是60.02至60.04收市 就记住这些股票 因为现在呢 这股票由现在 到二三月的时候 那些playbook出街的时候呢 这股票应该大概 在58至65元之间走赚 那还有不是那么多的时间 和大家看看 最后一间的公司业绩 Oracle甲冠闻公司 是史后公布第三季度的业绩 由于它新软件的销售 较同期增长了两成一 它消除了自己公司的预期 带动到第三季度的盈利 较同期上升了三豪九 是的 Oracle呢 如果你将它拆开一间公司利用来说 最重要要留意就是licensing licensing就是它们 就是买一些软件 给人用 它们就 Sky 原本估计它做18亿生意的 它做了20亿 这个比预期好 凝买了21%的 硬件销售 记得去年它买了新Micro System 硬件销售那里呢 就是营业额 11.08 billion 10.8 billion 现在稍微弱一些 但没关系 它说下一季 它有很多backlog 它会增加到2.2 billion 20亿 所以这个information一出了 再加上Oracle呢 就在IBM和Hilley Packard 抢到生意 变成了股票呢 今天下午4点钟收市 30.02.7 夜市做到31.5 就算了这个创造是10年来的高位 我想和Oracle和Rim比 两个其实没得这样比的了 如果Oracle赚5毛1只一股平均1年 也不赚2元 就是股票卖31.5 就差不多卖成15-16倍市盈率了 但Research and Motion 今次卖过一个7.4一股 如果你把它乘4 就等于7.7一股 它卖8.5倍市盈率了 你说谁比较值得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谈 拜拜 你共修淨化人心 以慈善福利社會 多倫多佛光山寺 多倫多佛光山寺